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思想道德跟不上经济飞升 就开始耀武扬威 吃喝嫖赌 在外面养着一个聘头 还生了个私生子 爆发户 尾巴都是翘的 根本不把妻子放在眼里 一三五 诉家里 二四六 诉外头 老婆孩子混毒了她 但除了时不时的怨对争吵 一点办法没有 男人洋洋得意 逢人自语 人生赢家 外面采气飘飘 家里屹立不倒 可她忘了一句古话 叫做三十年河东 三十年河西 世上从没有一帆风顺 老天不会把运气 眷顾到一个人身上 再过几年 家里的孩子大了 外头的孩子也大了 正是用钱的时候 这男人却落魄了 原先照顾她做生意的人进去了 幸得她左右奔跑 找关系才没有被牵连 人保住了 生意却没得做了 可两头家照旧要养 这边孩子要读书 那边孩子也要读书 月月开枝如流水 日子过得苦苦巴巴的 不冲大爷了 也不翘尾巴了 老婆和小三都看不起她 老婆说 你有钱都给外人花 现在还回来干什么 小三却说 没钱干嘛要来招惹我 耽误了我的钟声 两边孩子更是恨死她 家里的说 我是我妈一手养大的 跟你有什么关键 外面的说 就因为你 我成了可比的私生子 在所有人面前抬不起头 只要她出现的地方 就是战火 被老婆和小三拎着耳朵骂 十几年间 没过过一天好日子 兴起 有钱才能兴起 没钱兴起什么 没被扫地出门就不错了 哪还敢泼嘴 老银棍变成了老乌龟 整天 头搭拉着 任打任骂 一脸窝囊笑 再后来 老了 吵不动了 眼看 到了寒衣弄孙 安享晚年的年纪 偏偏又中风 瘫痪了 眼巴巴的 跟条狗似的 躺床上 一口水都喝不着 老婆不管 孩子也不管 外头的更不管 这叫什么 有仇报仇 有怨抱怨 老婆说 你活蹦乱跳的时候 找外面 现在不能动了 叫我打理 想得美 小三说 会有什么义务伺候你 你娶我了吗 我现在自己都养不活 还来照顾你 亲儿子说 我是我妈养大的 只给我妈养老 你要死要活 找私生子去吧 私生子说 我哪有父亲 我没有父亲 就这样 把男人晾在家里 一身屎 一身尿 后来 实在熏不过了 正妻 就让他写份遗嘱 房子和财产 全归自己和孩子所有 一分钱 不能给外边的 答应 做给他基本的照料 不答应 臭死了 用席子裹住 丢出去 没办法 男人咬牙 立了遗言 还请来公正 盖了手印 但还是一命呜呼 兴许是哦的 兴许是气数已尽 总之 没多久 就二次中风 命归皇权了 按家乡的风俗 是有一整套丧仪的 普告 白酒 请遗仗 少说 要请零一个星期 奈何 原配怕小三 来闹遗产 滋生不必要的麻烦 一家人当机立断 烧了 连夜烧了 当天 就找来 殡仪馆的车 连补告都没有 只通知 最亲的几个亲人 和娘家人 就送锅炉 烧成灰了 小三那边 这才收到了风 拖着孩子 跑到殡仪馆 一哭二闹 三上吊 说正妻 谋财害命 要求分配财产 私生子 也有继承权 巴拉巴拉 原配这边 集体装傻 什么私生子 哪来的私生子 我老公从没有过私生子 再说 遗嘱上写的白纸黑字 财产全给我们的孩子 关你什么事 遗嘱一亮相 小三傻了 何止白纸黑字 还有公正处的印章 钱没了 人也烧了 正如原配所言 根本没法证明 私生子是他的孩子 就算承认了 又怎样 遗嘱白纸黑字 房子和存折 都在人家手里 搞不好 早就转移了 能闹出什么 歇菜 小三懵了一阵 随即在殡仪馆 破口大骂 你个混蛋 王八蛋 我操你妈 骂的要多难听 有多难听 若男人全下有知 虎区都得抖三抖 可不得骂这么的 他这一生 也被这男人害苦了 说这小三 原本是个饭店的服务员 一没文聘 二没手艺 家里一穷二白的 年纪轻轻 就到外面打工 那男人来饭店吃饭 这就看上他了 先是摸摸小手 摸摸屁股 后来提出给钱包养他 女人毕竟年轻 眼皮子浅 又没怎么受过教育 在金钱攻势下 麻利投降了 刚开始 的确过了两年好日子 跟着男人吃香的 喝辣的 再也不用端盘子洗碗 好不惬意 男人给他租了套房子 在那里哄他生下私生子 原本说 等过两年 孩子上小学了 就给他买套房子 上户口 结果 房子还没买 人就破产了 女人的苦日子来了 又要当爹 又要当妈 还要讨生活 自力更生 男人的供给少了 那点生活费 根本养不起家 只能重操就业 去当服务员 一没名 二没份 三没钱 亲朋好友 都看不起他 这些年 没少吃苦 私生子 就更不用说了 从小 就没个光明正大的爹 户口没发上 后来脱关系 跑断腿 才找了个亲戚挂靠 到了读书年龄 同学瞧不起他 说他妈妈 是出来卖的 老师 也对他不冷不热 说他性格 音质不合群 男人中风那段时间 这娘俩 不愿照顾 一则是心里有恨 二则是 真脱不开身 说得难听点 就叫孤儿寡母 一边当服务员 一边拉扯孩子 哪还能抽开身 想过带着孩子 嫁人 可人家一听 是做小三的 还带着个不明不白的 私生子 吓得鞋都跑掉了 再说 不嫁人 那边一个月 多少要给点生活费 嫁了人 连这点生活费 都指望不上了 总之 就这样稀里糊涂 过半辈子 一本烂账 满腔愤恨 到头来 男人死了 遗物烧了 财产 跟他没半毛钱关系 别说自己的名分 连孩子的名分 都挣不到了 这孩子算谁的 法律认吗 户口本上有吗 彻底成了孤儿寡母 连个来龙去脉 都说不清 后半辈子 怎么过呢 谁知道 鬼才知道 听完 真是一阵唏嘘 什么叫 天道好轮回 不是不报 时候未到 好了 今天的故事就到这里了 如果您有喜欢的故事 记得在视频下方留言 我们会尽力 满足您的需求 期待下次 与您的分享